宣恩 來 來 打擾了 不會 來 鞋子脫這邊 好 謝謝 老高 客人來了 好 來 老高 我給妳介紹 這位就是我好姐妹 宣恩 妳好 這位就是我老公 觀山 老婆平常都麻煩妳照顧了 沒有 應該的 今天不好意思打擾你們 妳不要這樣說 反正都是好姐妹吧 歡迎常來 等等 這是要給你們的抹茶蛋糕 抹茶蛋糕 我老公最愛吃抹茶蛋糕 妳真的是很會買 想說可以到我們的飯後前店 太貼心了 好 坐吧 好 不要站著 來 這邊 謝謝 來 安妮 稍等我一下 宣恩 妳知道嗎 今天所有的料理都是我老公 一手為我們準備的 她啊 從早上忙到現在 都不讓人家幫忙 那是因為是妳的好姐妹要來啊 對不對 我怎麼敢怠慢 又關她妳的面子 我老公就是貼心 我跟你說 等一下的牛排 絕對好吃到妳說不出話來 我相信 沒有我老公不會的料理 而且我覺得有時候 好吃到可以媲美其林三星了吧 老公 唉唷 要不是她太忙 我都想要鼓勵你開一間私廚餐廳了 那我怎麼會有時間好好走 對啊 來 試試看 喂 妳好 輕輕的 手指好了 輕一點 好好好 我現在去拿 輕輕的 再一個 然後膝蓋再微彎 對對對 腰 妳腰 妳腰 妳腰放鬆 腰放鬆 腰放鬆 好 那你這樣人家給爸爸認真 好 腰 扣好 然後往前彎 這是什麼八點檔的巨星啊 這下有趣了 中小玉 可憐啊 中小玉 最後一個 眼睛凌晨 等一下 看我 準備打得開始 對不起 都沒有打好 但是我也進步了 對不對 妳有進步 幹嘛對不起 不 來 休息 來 沒想要揮個球 也會流汗 差 很危險 喝水 這種是我自己來著 像妳這麼獨立自主 什麼事情通通 都可以自己打理好 那要我幹什麼呢 這樣不是挺好的嗎 妳做妳自己 我做我自己 男人也不會這麼有壓力 妳也不會那麼辛苦 是嗎 我說妳怎麼好 跟妳在一起就是輕鬆 不會到家裡就是壓力 我還想繼續練習一下 我還想繼續練習一下 好 來 爬到很遠 對了 忘記跟你說 你不用送我們去 我晚上跟陳總有約 陳總 哪個陳總 是因為我以前的朋友 以前的朋友 那突然約妳幹嘛 男的女的 男的女的很重要嗎 不過就老朋友去去就嘛 男的 退掉 人家約好多次了 妳怎麼這樣子啊 因為今晚 我想要跟妳一起吃晚餐 退掉好不好 我帶妳去吃妳最喜歡吃的櫻桃鴨 好吧 今天晚上想吃糖醋排骨 那有什麼問題 糖醋排骨就糖醋排骨 我也好久沒吃了 好 糖醋排骨 來 妳那邊工作狀況怎麼樣 這邊呢 其實狀況還好啦 沒有那麼嚴重 妳也不用擔心好嗎 佳麟呢 還好嗎 很好啊 那妳工作不要太累喔 我聽到妳的聲音 我整個人精神都來了 好 阿妮 我跟客戶那邊約的時間也差不多 那我先去忙 晚一點我再打給妳 好嗎 喔 好喔 那妳要想我喔 妳等一下再打給我 我也想妳 愛妳喔 抱歉 拜拜 拜拜 跟小瑜講完電話了 對不起 幹嘛對不起 把老婆放第一位 要小瑜放心也是應該的 所以妳不生氣 我幹嘛生氣 講的是那種 跟我抱怨老婆怎樣怎樣 只要逗我開心 我才生氣 代表妳不老實 其實我知道 朱曉筠在心裡 是無可取代 而妳也還愛著她 我就喜歡妳這麼貼心 放心 這兩天 我整個人身心裡 都是屬於妳一個人的 好 所以妳那天 跟我說要給我的壓力 該不會就是像 昨天晚上那樣吧 怎麼樣 喜歡嗎 生氣嗎 下次不要再這樣了 要是我爸在的話 處境就會危險了 可是妳現在不就來找我了 唉 妳啊 好啦 妳要不要跟我說說 妳那天為什麼心情不好 就碰到了一個不想碰到的人 想起了一些不想想起的事 跟小雲有關 我忽然覺得妳很不簡單 那妳要說說嗎 我就是覺得很諷刺了 有的人 當妳對她付出真心的時候 她對妳不屑 可是當妳對她虛情假意的時候 她就把妳當成是個寶 那妳有沒有想過 其實妳有多恨她 就代表說妳有多愛她 對 我不否認我還愛著小雲 但我也不會忘記她那些年 給過我的羞辱和恥笑 這樣子也不是很矛盾嗎 對啊 就是矛盾 那妳接下來打算怎麼做 我也不知道 現在朱家已經破產了 我跟小雲也差不多該做個了結了 可是 妳當初不是說 他們有可能是家破產 對 但我利用朱小諾做了測試 然後朱政府呢 她把老房子拿去抵押幫兒子還債 還跑去工作 我回來了 喂 Honey 喂 老公 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什麼事呢 薛恩她家在裝修 她臨時又訂不到飯店 我們家不是有客房嗎 我想說讓她來我們家的時間 妳會不會建議 老公 Honey 這個我覺得妳可以自己決定 妳想要幫忙就幫忙 好 那我再跟薛恩說 好啦 不打擾妳工作了 愛妳喔 愛妳 愛妳 拜拜 接下來就麻煩妳囉 有什麼問題 還是我也覺得蠻有挑戰性的 林薛恩妳真的是 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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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來了 薛恩恩妳終於來了 來 請進 不好意思答案了 小心小心 老公 薛恩來了 好好好 我來 來 妳行李給觀山就好了 觀山特別請假半天來幫妳搬行李 行李就一個啊 就只是暫時住幾天而已 那好意思打擾妳太久了 不要再說打擾了 都來住了 當自己家 對啊 不要客氣嘛 我們都很歡迎的啊 趙先生 你們放心 我不會打擾妳們坐席的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真的 妳呢就像小雲說的 把這邊當自己家就好了 你們兩個客套來客套去 我都快尷尬死了老公 好那不然這樣嘛 妳就不要再叫我趙先生了 好 從今天開始就叫我觀山 嗯 觀山 欸 趙先生 我帶薛恩小姐去客房 請理就麻煩妳啦 沒問題 小雲小姐 來 我們家客房在這邊 欸 我手機響了 不好意思 喂 妳好 嗯 妳稍等我一下 老公 妳幫我招呼一下薛恩 好 這邊是妳的書櫃 對 到時候妳的書櫃 你們先進去啦 好好好 來 聽聽聽 這邊 是 取消 妳們怎麼可以這樣 我一個月前就訂了 欸 妳怎麼可以這樣 妳怎麼可以這樣 我很滿意 對 是 取消 欸 我一個月前就訂了欸 這邊 欸 欸 我是VVVIP耶 好 我去拿證據給妳看 怎麼樣 媽媽 很滿意嗎 妳怎麼這麼有效率啊 怎麼可以讓妳失望 我很滿意 來 Honey 吃早餐囉 哇 老公今天的早餐怎麼特別豐盛呢 有嗎 有啊 有啊 有我最喜歡吃的蛋 誰吃看 嗯 今天這蛋很嫩喔 嫩喔 蛋要嫩 培根要微焦 嗯 我去叫薛恩起來了 看他喜歡的 每個人一起吃早餐 不用 Honey 她那份我已經放在裡面了 她隨時起來都可以吃 好貼心喔 老公 Honey 我是看在妳的面子上 我才幫別人做早餐的 不然我才不這樣做的 謝謝老公 我知道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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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萱恩 你們好早喔 好 放心 我不會到你們兩個世界 我真是口好渴 出來喝杯水 你們慢慢用 我先回去睡了喔 怎麼了 這家菜太老嗎 不是 沒有 慢慢吃 好 我今天早上其實有一個會 時間也差不多 我等一下就先走 上班小心 好 今天開心喔 拜拜 萱恩 你睡了嗎 還沒 怎麼了嗎 怎麼了嗎 沒有啦 我剛剛看妳穿這件睡衣好好看喔 是什麼牌子的啊 這個 我知道這個牌子 它的材質一直都很好 妳穿起來好性感很好看 只是 以後妳在家可不可以不要穿這麼性感的睡衣啊 妳有沒有保守一點的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平常在家要穿這樣 抱歉 就是你們困擾 也沒有困擾啦 就 只是 抱歉啦 妳之前跟我說把這裡當自己家 我還真的把這裡當自己家了 我以後會注意的 對不起 沒事 那不打擾妳睡覺了 小鈺 不然 今天晚餐由我來做 當作賠罪 賠罪 沒有那麼嚴重啊 幹嘛賠罪 就當作謝謝你們讓我住在這 好嗎 好啦 妳先休息 晚一點我們再去買食材 乃冠山 你們家有起司粉嗎 有 我來拿 好 來 幫妳加嗎 好 麻煩 好 好 妳加太多了啦 反正我就是個起司人啊 沒有問題啦 試試看 好 來試一下 味道怎麼樣 沒問題啊 很好 OK的 甘茄 來 好 來 看你們兩個這麼忙 我也來幫忙吧 小鈺 妳也來試看看味道 來 味道怎麼樣 嗯 好吃 就是好吃吧 我們今天真是有口福耶 好 番茄繼續加囉 嗯 謝謝 Honey 怎麼了 老公 妳還看不出來嗎 看不出來 什麼 我不開心 不開心 妳剛剛不是還很開心嗎 怎麼突然就不開心了 那妳還說 妳剛剛跟薛恩做菜這麼開心 我咧 不隱形人一樣 隱形人 Honey 妳吃醋 妳吃醋 Honey 妳怎麼那麼可愛 來來來 你吃醋 你很小 好 不笑了 我以為是什麼事 Honey 剛剛我就只是單純的幫薛恩而已 沒有別的想法 OK 再說我會這樣做都是聽妳的話去做的 我 妳不是說 妳希望我跟薛恩在相處更自然一點嗎 要不然妳會覺得很尷尬嘛 所以我就把她當朋友一樣對待啊 我 可是你們 好好好 你我知道了 那就這樣 我也會去跟她保持距離 OK 她說什麼我都聽不見 我對她忍處理 我不是老公 我不是這意思 我也希望你們可以好好相處 可是我 我就不想你們看我那麼近嘛 Honey 嗯 哈囉 嗯 妳們不相信我嗎 我相信啊 那就好啦 Honey 我只把她當成是妳的好朋友 OK 對她們有其他想法 可是如果妳再繼續亂想的話 妳要這樣以後相處不是就很尷尬嗎 嗯 好不好那妳打我 走 晚餐好囉 喔 好喔 晚餐好了 趕快出來吃飯 辛苦妳了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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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 好香喔 酒也醒得差不多了 老公 今天又是什麼驚喜啊 等一下就知道了 轉個身 轉身 OK 3 2 1 哇 什麼這麼多酒啊 阿妮 今天是我們第一次一起品酒的日子 也就是我們的專屬第一杯酒紀念日 紀念日快樂 我記得 我第一次喝酒的時候喝超醉的 但是妳知道嗎 妳醉得超美的 我必須要跟妳說 我從那一天開始 就一路醉倒在妳的美麗當中 到現在我都還沒有醒過來呢 這麼肉嗎 萱恩也在 那有什麼關係 愛老婆本來就是天堅地義的 沒錯 關她說的對 而且啊 看了妳們這麼甜蜜 這麼幸福 很為妳開心 謝謝 哈妮 我跟妳說 萱恩真的是妳的好姐妹 當我還在那邊想說 我要為妳準備一個什麼樣子驚喜的時候 她就跟我提供意見說 不如我們配合主題 來一個品酒啪 來 她主動說要幫忙 萱恩謝謝妳 不會啦 只有一點小心意 最重要的啊 就是希望妳們喜歡 很開心 謝謝 謝謝 欸老公 酒這麼多怎麼喝得完啊 妳又不是不知道我酒量不好 我知道 所以我們只是要喝開心而已啊 對啊 我酒量也不好 最重要是開心 而且妳喝醉了 以後感謝張文雅 嗯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不醉不虧 嗨 妳 對不起 好 United 這 Admiral 你問是 餃 我也是 作詞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爱我吗? 我当然爱你啊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我昨天喝太多了 我帮你按一按好不好 下次一喝酒 一定要阻止你不能让你喝开了 就喝那么多了 老公 我先去穿个澡好了 好 小鱼 你醒啦 小鱼 我酒量真的太差了 昨天不应该喝这么多 没事 我去煮点热汤 那暖暖胃会比较舒服 不用了啦 太麻烦你了 喂 Honey 我去煮好了 哎 你们干嘛跟我客气 我去煮就好了 你陪小鱼 你真的怀孕了吗 你真的怀孕了吗 等一下 你就知道了 阿咪 洗完啦 你好 老公 嗯 你今天跟妈说你也想要有宝宝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那就好了 我就想说 既然我们两个人就对我这么好 以后如果我们有宝宝的话 你会不会对我更好 我可能要对宝宝好一点 嗯 不可以 好了 等你等你 不然我们现在就来生宝宝吧 是薛安的声音吗 要不要去看一下 薛安 你怎么了 对不起啊 吵到你们了 老公 把他扶起来了 好 来来 你怎么了 小心哦 慢慢 来 这边 你怎么受伤啦 而且你还怀孕 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好不好 小鱼你不用担心 我NC刚来 被怀孕了 你没怀孕 那你也受伤了 你怎么受伤的 想说你们上面都堆满灰尘 想帮忙擦干净 就扭长脚 扭的话我们应该要先冰敷比较好 老公冰敷袋放哪 水槽下面 好 我去拿 好 那里头 摔到这里吗 这里会痛 还是这里 你又在玩是不是 好玩吗 还不错 我跟你讲 以后不要再开这种孩子玩笑好不好 听到你喜欢小孩 享受怀孕 你会开心点 总之以后不要再开这种玩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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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脚抬起来一下 很冰 放着 冰了 谢谢小鱼 对不起 以后不要帮我们打扫了 我们家里有打扫阿姨嘛 轩 你之前不是说这个保养品很好用 我帮你拿了一组 这怎么好意思 不要客气 好东西就要跟好姐妹分享 谢谢你 那你吃看看这个 这是我之前去南部玩的时候 买了伴手鱼 还蛮好吃的 关山之前去南部出差的时候 又带这个回来耶 这伴手鱼还蛮有名的 你什么时候去的 是大概月初的时候 你去几天 三天两夜 关山也是月初的时候 就去了三天两夜 怎么这么巧 小鱼 没事吧 没有 你要喝果汁吗 我待会背给你 谢谢 Ada 你们怀孕的计划进展得怎么样 努力当中我想就顺其自然吧 我听说夫妻假如去旅行一下 可以放松心情 可以帮助怀孕 可是关山最近实在太忙了 我想她也没有时间带我去度假 度假不用去很远的地方 现在不是很流行 Staycation吗 在家附近也OK 重点是放松心情 增加夫妻之间的情趣 这个体力还不错 那你有推荐的地方吗 我知道有个旅社还不错 气氛也蛮好的 而且交通也方便 就在市区而已 我找一下 你看 就在家 汽车旅馆 你跟你男朋友都去汽车旅馆 小云 你没事吧 你没事 你没事 今生出现了 小云 我们不要等了 走吧 不要 我要看到关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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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设计了 那既然晓平已经知道了 我们也没必要藏了 直接刚刚摊牌 你想好什么吗 你倒是一点都不担心了 安妮 我回来了 你气色不太好 怎么了 我跟你说 我今天就看我那个准备要投资的旅馆 然后我在门口就碰到玄恩 我就把她一起带回来了 你要骗我多久啊 赵观神 他有人跟我说 你在玄恩在一起的时候 我相信你 我家人怀疑你的时候 我相信你 我为了你 我骂朱小彤 我跟我妈讲说 你是全世界最值得相信的人 结果你一会早就被害我了 你为什么要招费我 你为什么 我就说嘛 传简讯给我们的 这是小雨 谁传你讲话啦 贱人 罗文贵三早就 你给我立刻滚 我永远都不要见到 朱小雨 你这一包怎么记下来 滚 好了 既然你已经都知道这一切了 我也没有必要再演下去 对 我跟修颜已经在一起 好了长一段时间了 你为什么要践踏我对你的信任 很不甘心喔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要跟你离婚 你在说什么 我说 我要跟你离婚 阿姨好 好香啊 打扰我 来找小云是吗 是 来 进来坐 谢谢 坐啊 坐啊 当自己家 阿姨 这个 特别买来送给你 好好用喔 哇 面膜啊 你太客气了 下一次不要再买东西送阿姨了 没有啦 要谢谢阿姨 教会我做那么多菜 这只是小心翼 好啦 你坐一下我叫小云啊 好 谢谢阿姨 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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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找你了 可能睡着了 我去敲她门 嗯 好 小云 小 小 你好 嗨 小云 嗨 小云 她现在可能还在生我的气 小学生啊 轩恩都亲自来了 妈 我关她这件事自己解决 有事外面说 阿姨 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 林轩恩 你真的是很嚣张 还可以跑来我家 你是想再被我想巴掌是不是 我就是专程来看你的 来看 你被你最爱的老公抛弃后 痛苦无助愤怒的样子 不好意思 那你可能要失望了 我过得好得很 那我真的是白担心了 你演完没啊 你可不可以不要浪费我时间 看你的烂演技啊 朱晓芸 你真的以为你是童话故事里的公主 大家把你捧在手心啊 你醒醒吧你 不好意思啊 现实生活中我就是公主 没有做梦不需要醒 难道你不想知道 我为什么会跟你老公好上的吗 你废话到底说完没啊 你真的忘了 我当初离婚的时候 你是怎么安慰我的 她竟然跟梦说 还要诺离婚 离婚 你们要不要再好好谈一谈啊 玄恩 你这么漂亮 家里又这么有钱 不用怕 一定可以很快就找到下一个更好的 可是我还很爱她 我不想离婚啊 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是不是你太忙了 不够关心你老公啊 我很关心她 我也很照顾她 也很爱她 可是关心在乎 不等于了解啊 其实啊 我们只要把心放在对方的身上 对方会感受到的 就会把我们捧在手心中 时间跟爱是一体两面的 关心就是这样 好了啦 小芸 你就少说两句 不要再秀恩爱刺激轩恩了啦 她已经很难过了 好啦轩恩别难过 人生所有的遭遇都是未来的养贩 你为什么说好像都说的错啊 没有没有 不是你的错 都是那个男的错 都是你老公的错 天下男人一番黑 不对 关山不一样 我想天下的男人 都没有像关山一样这么好了 我的天哪 所以你只有因为当时我安慰你那些话 记恨到现在 你真的有病欸 我有病 你应该谢谢我才对 你病得太严重 你太偏激了 你应该去看医生 怎样都可以 我就是要让你感受一下 幸福一夕之间被摧毁 从天上掉到地狱的感觉 朱晓云 你可能不够了解你老公 不如放生吧 全天下的男人都一样 造关山也是 不要讲了 朱晓云 你又打我 那我跟我没啊 朱晓云 我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在一起了 是吗 你离婚手续该不会还没办好吧 对 你不是跟朱晓云都摊牌了吗 为什么还要这样拖时间 是 但是 小晓云她现在有一点难以接受嘛 所以我们就再给她一点时间 你还爱着朱晓云 好 那我们就分手 等一下 我 我 为什么要分手 我不喜欢这种偷偷摸摸的感觉 受够 分手 那 那没关系嘛 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我们很快就可以光明正大啦 嗯 王老师告诉你好了 我 会接近你让人爱上我 都是因为想破坏你们之间 所以 你是说 你对我的这一切都是 都是演的吗 你说呢 从今天开始不要再跟我联络了 我 关山 虚人你真的是很会下人 这一巴掌 是你欠我 这一巴掌 是你替朱晓云受 这一巴掌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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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感谢观看